拘捕措置方面,由2019年6月到今年3月底 我們一共拘捕了1萬250人 我們警方已經檢控了超過2500人 當中有1200多人已經完成了司法程序 大約有80人需要承擔法律的後果 包括被定罪或是簽共犯行為 當中被判監的有295人 包括17人因暴動等相關的罪行 被判監3年多到5年半 18人涉及汽油彈相關案件 被判監由30星期到4年 搞斷警務人員手指的被告被判監5年半 還有涉及組織或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的5個人 在上個月被判監由8至10個月一等 以及藏有一公斤普制紮藥的男子被判監12年 這是目前最重的判監